刘老板,你的在家里放了两年多的抖三215的挖掘机的转盘到了 因为放的时间长的原因 转盘的表面和螺丝孔里面生锈都挺大的 转盘到了之后,首先就是把转盘的表面和螺丝孔里面打磨一遍 把齿芽打磨干净之后,看了一遍转盘齿芽和内圈外圈没有发现断裂的情况 用表看了一下上下间隙倒是挺大的 下面就是把转盘的堵塞打开 把里面的钢球和尼龙套都要取出来 可以看到,取出来的钢球和尼龙套上面都是有很多的生锈的痕迹 有的尼龙套都已经变形了 钢球生锈的整整的脱落了一层 轨道上面生锈也挺大的 还好就是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 根据转盘轨道的磨损情况 用脆火和速控机床把轨道重新做好 在转盘轨道上面加注好新的润滑油 把准备好的全新的钢球和尼龙套 顺着转盘的堵塞孔安装进去 这样重新用速控机床和脆火做好的轨道 加上全新的钢球和尼龙套 这样上下间隙就恢复正常了 最后就是把转盘内圈外圈的密封条 安装进去用胶水粘好 然后在转盘生锈的部位 拼上防锈油 这样这个抖三215的挖掘机的转盘 就维修完成了 你看一下做的怎么